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结论一栏显示着早运 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忍不住举起报告单亲了一口 喜悦的心情恨不能飞出六里地 一旁拎包的老公孙启明也和和直落 林家傲娇地白了他一眼 傻样 走 回家给你妈报雪去 林家眉飞色舞地把报告单递给婆婆 一副求表扬的小孩样 孙妈万年挂伤的脸半点没破冰的迹象 他从鼻孔里哼出一口气 哪个女人不怀孕 有啥值得高兴的 能生下来才是本事 林家的笑容僵在脸上 差点当场哭出声来 孙启明一看气氛不对 忙把林家推进卧室 一进卧室 林家眼眶里的水汽立马破了壳 滚瓜似地落下来 隔着门 孙启明和他妈争辩的声音 嗡嗡地传进来 妈 林家怀孕不容易 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话 有啥好嘚瑟的 还有九个月呢 能不能生下来还两说 别高兴太早了 林家听着他们母子俩的争吵 一阵闹心 有这样的婆婆吗 满嘴地晦气 这个家是住不得了 他气呼呼地站出来 收拾出行李箱 收拾自己的随身物品 听到动静着孙启明走进来 慌懵按住林家收拾衣物的手 脸上尽是哀求 我的姑奶奶 笑笑气 笑笑气 婆婆在客厅高声说 胎还没坐稳呢 就开始折腾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刚怀孕 胎没坐稳 不能挪地方睡 林家庭助手左右为难 自己的身体怀孕不易 还是小心点好 可是婆婆的态度 难免让人自信 孙启明陪着小心 劝她住下来 说她妈这态度只是一时的 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将来还需要她妈搭把手照看孩子 林家坐在床檐上 独自生闷气 婆婆对林家的不待见 精英看不上林家的身体 说起这事 都怪大姑姐孙启多嘴 是她把林家身体有毛病的事 告诉了婆婆 孙启就住隔壁小区 一天三遍回家转悠 说不放心寡母和弟弟 她说啥都要插一嘴 林家嫌烦 多次想搬到婚前的房子里去住 都在孙启明的劝说下妥协了 她怕孙妈一个人住太孤单 总说这是磨合气 林家觉得自己作为晚辈 没少忍让婆婆 她却毫无收敛的意思 要不是看着孙启明真诚老实 这个婚早离八百回了 林家父母没得早 她早早踏入社会 没少领教人情浓暖 明白凡事都得靠自己 这些年她忙着挣钱 直到前年 经营的美发店走上了正轨 她又买了房子有了窝 这才安下心来找了对象 却发现自己的年龄 在婚礼市场上有些偏大了 相亲的路上 遇到几个年龄相当的单身男 不是长得歪瓜裂枣 就是满嘴跑火车 林家一概看不上 离异带娃的呢 想结婚就得先做好一个后妈 她自认还不能战胜后妈的角色 挑来捡去 她就遇到了孙启明 孙启明一见面就介绍自己的情况 她之所以拖到这么晚 是因为挣得少 她爸没得早 她妈靠着一个菜摊子 把他们姐弟来拉扯大 家里的房子是她妈卖了老房子付的首付 房本上还是她妈的名字 孙启明工作后 孙妈就关停了菜摊子 闲来时打打零工 现在房子月供一直是孙启明在还 她的工资不高 光房贷就花去一半 遇到几个不错的女孩 本来对她意想不错 可以听说她这种情况 神测得比肚子还快 究竟原因都是 她这月供还的 初三四的月亮 不清不白 房子是她妈的名 将来媳妇过了门 跟寄人离架子的 谁不想结了婚自己说了算 新房又买不起 所以孙启明一直担着 林家自己收入不错 不在乎这个 孙启明言辞恳切 不藏着掖着 帮让林家觉得她为人真诚实在 可以赤着处处看 慢慢的 两个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孩子的终身大事有了着落 孙妈在婚礼现场笑得合不拢嘴 婚礼办完第二天 林家和孙启明去领结婚证 婚检的时候 林家被查出来子宫畸形 医生说 这是先天性发育不良 怀孕比较困难 容易流产 一旦怀孕要注意保胎 林家蒙了半天才醒过神来 她隔着眼泪问孙启明 正还领不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孙启明让她放宽心 还派了胸脯说 自己上辈子烧了高香 这辈子才能找到 像林家这样有能力的媳妇 她才舍不得放弃 孙启明的坚定 让林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她心里热乎乎的 两个人顺顺当当的领了结婚证 本来婆婆不知道这事 是大姑姐孙玉 非要看林家的体检报告 林家是双子宫这事 就没瞒过去 孙玉手指纷飞 在手机上一搜 双子宫就是子宫有毛病 怀孕难 流产却容易 她对着孙妈 噼里啪啦的一段输出 把孙妈吓得脸越来越长 差点哭出声来 儿啊 要不你俩离婚吧 趁现在还没孩子 你们要是生不出孩子 我死了也闭不上眼 林家暗暗埋怨孙玉多嘴 赶紧解释 医生说了 如果真的影响怀孕 还可以通过手术质量 孙妈眼一瞪 上街买个东西 还要买原装出厂的呢 谁愿意要天生有毛病的 一句话 噎得林家胸口疼 孙启明头摇得像波浪鼓 坚决不同意离婚 看儿子态度坚决 孙妈没再提让他们离婚的话 但他到底在心里埋了根刺 看林家都是用鼻孔出气 似乎想让他知难而退 林家没少因此受委屈 孙启明劝林家 说他妈不是刻薄的人 等他怀孕了 他妈肯定会改变态度的 所以林家这次怀孕 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 也是为了缓和婆媳关系 谁知婆婆道好 一盆冷水 把林家敲了个透心凉 孙启明见林家铺在床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慌得手足无措 为了讨好林家 他一口气跑到超市 买了一箱 他最爱吃的某品牌雪糕 等他返回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孙玉 带着儿子壮壮回了娘家 五岁多的壮壮 一看到冰淇淋 两眼风光 扑上来闹着要吃 孙启明却把一盒子冰淇淋 递给了林家 让他先跳 孙玉不屑地一撇嘴 贤弟弟不紧着壮壮 心里不满 就拿儿子撒击 就你嘴馋 可别丢人现眼的了 他嘴上说的是壮壮 眼神却悠悠地 从林家身上飘过 摆明是指责骂坏 林家原本想让着壮壮 可孙玉竟然含沙摄影的内涵他 再加上刚才在婆婆跟前受的气 刚压下去的心火 又迎风窜得老高 他不耿不顾 抱着盒子扭伸就走 孙玉气得直翻白眼 壮壮本就嫉妒舅妈毒香雪糕 再一看孙玉的脸色 瞬间生出无尽的底气 他老练地使出铁头弓 猛地撞在林家的后腰上 别看壮壮年纪小 却是个六十多斤出头的小胖子 林家冷不防地被他一撞 惊叫一声哭倒在地 壮壮一招得手 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自以为得意 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 孙启明吓了一跳 气急半坏地骂孙玉 没有管教好孩子 孙玉一脸都委屈 壮壮还是个小孩子嘛 不懂事 林家动一下 肚子就坠坠地疼 呼拉一下 一股热流从身体里涌出来 他知道自己肯定见了红 怕得要命 赶紧去床上躺着 让孙启明叫车去医院 孙启明看林家这样 忍不住冲着孙玉嚷道 你以后没事别回来了 孙玉远前欲红 一跌声地喊孙玉出来评理 孙玉沉着脸训儿子 你咋和你姐说话呢 我还没死呢 这家就轮到你做主了 孙启明憋住气住了嘴 他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档口 孙玉撇着嘴 笑声孤唠道 没见过这么娇气的人 摔一跤 直当叫救护车吗 孙启明瞪着血红的眼睛 冲着孙玉喝道 住嘴吧你 林家怀着身孕呢 孙玉震惊地张大了嘴 变了脸色 饶视林家有思想准备 但听到医生说孩子保不住了 他还是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眼泪像开了闸似的争先恐后地涌出来 为了堵一口气 害自己流了铲 此刻他肠子都毁清了 恨不得垂死自己 林家出院后 孙玉拎着一箱鸡蛋来看他 说的话 直戳林家的心窝子 他说林家这次流产怪不着壮壮 是他自己身体不争气 否则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流产 孙玉如果好好道歉 林家心里再痛 也会看在孙启明的份上 认了这份委屈 没想到 他为了撇心壮壮 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在林家的头上 把林家气得直哆嗦 林家呼地从床上跳起来 闷着头 推散着孙玉 要把他赶出门具 孙玉闻声赶过来 门神一样地堵着 鼓着眼睛质地有声 说房子是他的 他说了算 只要有他在一日 这儿永远是孙玉的家 林家气得脚底打飘 和这样的人争辩一句 他都觉得多余 他哆嗦着嘴唇说 好 这里是你们的家 那我走 母女俩交换个眼神 一脸得意 很快就被现实打破 林家拎着行李箱 正要出门 孙启明回来了 他拉着林家 替死横流 不放他走 孙玉还在一旁 看热闹不嫌势大 劝孙启明放手 以后还能找到更好的 孙启明我一把眼泪 冲孙玉嚷道 姐 你别在这上风点火了 就凭我这条件 相亲那么多次 只有林家不在乎我穷 我好不容易遇到 愿意和我一心一日 过日子的媳妇 眼瞅着就要被 你和咱妈作媒了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 打一辈子光光才甘心 他一通发作 让孙玉静了声 孙启明赌气说 如果林家走 他也要跟着走 他们爱咋的咋的 说他不孝也好 老婆奴也好 反正他不离婚 孙妈被儿子 气了个倒痒 哭得垂胸顿足 骂他没鼓起 娶了媳妇 忘了娘 一时间 闹得鸡飞狗跳 人羊马翻 林家被孙启明 拉得死死的 他心里有点发软 不说婆婆和大姑姐 孙启明对他是真的不错 孙启明知道 他白天忙一天 腿脚酸 专门去学了学位按摩 每天晚上 给他捏脚锤背 有啥好吃的 都紧着他 家务活也不让他沾手 孙启明对他好 不排除 冲他经济独立这一点 但更多的是 珍惜自己的媳妇 林家心里明白 他值得自己 倾心相待 但他对媳妇再好 活见人这样对自己 也足以给他们的婚姻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林家深吸一口气 对孙启明说 不离婚也行 但我有条件 孙启明两眼方光 只要不离婚 我啥都听你的 林家说 我如果不让大姑 解婚娘家 倒显得我不通情达理 但让我就这样算了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孙妈惊叫道 房子是我的 我说了算 不让孙宇回娘家 说破大天也不行 林家冷笑道 想让他在这个家出入 你就把房子过户给启明 他再回来就是客人 省得你们一天天 张嘴闭嘴 这个家是你们的 如果你们不答应 我们这就搬出去 这房子的月供 你们自己想办法 别想让孙启明 再还一分钱的房贷 林家一下子 拿捏住了孙妈的七寸 房子的首付 他只出了不到十五万 大头都是儿子拿的 如果孙启明断供 房子铁定是保不住了 他岂不是要去睡大街了 他脸色惨白 心如死灰 罢了罢了 自己闹腾来闹腾去 还不是为了儿子 既然他愿意 睁着眼往坑里跳 自己是拦不住的 他配合着 把房子顾户给孙启明 房子变成孙启明的 婚后财产 林家也跟着 成了这个家的主人 自此 孙妈不知道是灰心 还是彻底放下了 真的不再插手 他们小夫妻的事 他闲着没事打打林宫 挣个私房钱 家里家外都交给了林家 没了婆婆和大姑姐的智慧 家里少了许多矛盾 都说父母爱子 则为之既深远 但如果打着为子女好的名义 行管控之时 只会闹得家宅不宁 媳妇娶进门 原有的家庭格局 发生了变化 身为婆家人 要有边界感 不要干涉小夫妻的生活 保持尊重 体面的退出 这样 才能各自安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